前首相纳吉获得特赦局减刑 导致政府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 而巫统另一边则在全国收集签名联署 并向新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寻求特赦纳吉 巫统最高理事会于上午11时召开了为期3.5小时的特别会议 然而巫统在会议结束后对于并没召开新闻发布会 而是通过文告向媒体和公众传达了会议的结果 根据发布的文告 巫统对苏丹阿多拉陛下的决定表示尊重 为对于这项决定感到沮丧及难过 文告中还指出 巫统将根据国家法律致力于为前党主席纳吉辩护 并强调党将遵循巫统大会对继续为纳吉辩护的决定 在文告中 巫统强调他们对纳吉在审讯期间未获得公正对待的担忧 并表示希望在秉持公正原则下 首相也能够秉持相同的精神 巫统最高理事洛曼达都在结束会议后对媒体表示 巫统因纳吉无法获得全面特赦感到难过 他宣布巫统将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签名联署 以向新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递交特赦申请 此外 巫统将由阿莫扎西召集巫统区部主席 汇报全国发动签名联署的事宜 洛曼同时感谢首相安华的努力 指出根据法律 囚犯必须服完三分之一行期后才能寻求特赦 他还提到 在党主席阿莫扎西及首相安华的努力下 特赦局处理了纳吉的特赦申请 他说 巫统捍卫纳吉的清白 并认为其未获得公正审讯 因此 巫统将向第17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寻求特赦 洛曼呼吁各方保持冷静 特别是党员 因为此事尚未解决 巫统将继续努力为纳吉寻求全面特赦 正当国阵致力于争取纳吉特赦的同时 国盟则被认为是此事的最大受益者 作为局外人的反对党 国盟可借此通过捞取政治利益 把怒火转向政府 同时赢得更多支持者认同 一党总秘书达基尤丁 在事情发酵后便迅速向政府开炮 表达了对特赦决定的疑虑 他昨晚陪同吉兰丹州务大臣拿都纳斯鲁丁 向民众派发年干 然后提醒团结政府 要做好在国会内外解释特赦局 为纳吉提供减刑的决定的准备 达基尤丁表示 给予拿都斯里纳吉的特赦 属于宪法内的一个法律程序 我们不能评论 但这还是让人感到惊讶 我觉得这是特赦局历史上 首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指出 过去的特赦通常是立即出狱 而这次却是减刑 这引发了人们 对特赦局程序是否正确的疑虑 他回顾了2018年的情况 强调当时特赦是由国家王公发出 而此次是由政府 及法律事务部长发出 使得程序变得不寻常 达基尤丁表示 我们不确定这样的程序是否正确 过去没有人知道特赦局的程序 但这次开会前花了更长的时间 而且人民已经开始讨论特赦事宜 这有点不平常 特赦局的决定也被延后 这让人民有所质疑 尽管一党接纳了特赦局的决定 但达基尤丁强调 如果政府遭到质疑 应当提供解释 前首相署部长在义伊布拉辛表示 特赦局在这次决定中存在许多未解答的问题 并指出政府未能安抚各方 引发了广泛的不满情绪 他认为特赦局的决定 使得寻求纳吉立即释放的人 以及那些希望看到纳吉坐牢12年的人 都感到不满意 在伊伊布拉辛 在今天参加新书推荐礼活动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政府在处理这项决定时存在问题 试图安抚各方 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他强调 特赦局的决定应该根据纳吉在2022年9月 提出的特赦申请来做出 如果纳吉寻求全面特赦 那个决定应该是可yes或不可no 如果他要求减刑 当然那也可以 在伊伊布拉辛再次敦促当局 在决策过程方面保持透明度 包括对巫统与团结政府内 其他政党所持立场的公开表述 通讯部长法米呼吁各方尊重特赦局 对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减刑的决定 并警告公众物在社交媒体等平台 发表过激的评论 法米指出 根据联邦宪法第42一条款 国家元首有权作出任何决定 同时强调 之前一些案件的裁决 也表明这些决定不可被法庭挑战 法米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不可以质疑的法庭的裁决 那我促醒大家尊重 如果我们发表过激的评论 警方或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采取一些行动 他继续说道 所以不要去到违反法律 教养和道德的地步 也不要碰触三二课题 这是给所有人的提醒 如果有任何人挑战这个体制 将会受到对付 对于是否盟友和党员是否接受特赦局的决定 尤其是巫统党员希望释放纳吉的情况 法米表示乐观 相信昌明政府内的党领袖将共同良好的处理此事 他表示 我们必须共同面对这个问题 这种团结对我来说将成为力量 问题是我们需要解释这个程序 以及可以做些什么 不能逾越法律 宪法的限制 我们尊重已做出决定的机构 法米呼吁政治领袖 包括他的党同志省思 不要发表可能伤害昌明政府伙伴感受的评论 我请求大家在发表评论时保持谨慎和警惕 不要去到遭当局对付的地步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指出 纳吉获得特赦局减刑的决定已经定论 呼吁各方冷静看待此事 他表示 虽然了解西蒙支持者的失望情绪 但这是特赦局做出的最终定案 国家元首拥有绝对权利 陆兆福强调 纳吉只是获得了减刑 并未取消法庭对他的判决 而且纳吉仍需面对其他法庭案件的审讯 特赦局的决定 必定是经过各方面因素的充分考虑 然而 由于当局召开的闭门会议 我们无法了解相关细节 他表示 内阁方面也无法对该决定进行干涉 因为最终决定已经做出 而且不能通过法律程序挑战特赦局的决定 他认为 对于这一决定 各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部分人可能因为纳吉没有获得赦免而感到不满 而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因减刑而感到不满 但他促请各方都能冷静地面对这一最终决定 在回应有关这一决定 是否会影响行动党与巫统的合作时 陆兆福表示 双方的合作关系是在团结政府中形成的 并在获得国家元首的批准下组成 因此将继续如常运作 无论如何 团结政府的合作必须持续下去 我们也不希望我国发生任何的政治不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